这个满脸悔恨的男子就是罗勇 几个月前他跟前妻感情不合离婚后 迎娶了现任妻子 按理说两人正是新婚蜜月的时候 罗勇却被现任妻子赶出了家门 还哭诉着想要找前妻复合 在罗勇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罗勇看到记者后就一脸悔恨地表示 今年他41岁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小伙 通过跟前妻多年的努力 两人才在城里买了房子 可谁知生活越来越安稳后 两人的感情却发生了问题 感情随之越来越淡漠 于是几个月前他便跟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没多久 罗勇就跟现任妻子林琪结婚了 林琪是个时尚漂亮城里姑娘 虽然她已经37岁了 但看上去却非常的年轻靓丽 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 两人第一次见面 罗勇就败倒了林琪的十六群下 随后便对林琪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让他惊喜的是 林琪也没有嫌弃罗勇是农村来的 很快就同意了罗勇的追求 相识没多久两人就领取了结婚证 更让罗勇开心的是结婚的时候 林琪不仅没有要求彩礼 甚至还以省钱为由 拒绝了举办结婚典礼 这样贴心的行为让罗勇非常的感动 周围的亲朋好友也是格外羡慕罗勇 调侃他走了狗屎运才 娶到这么好的一个妻子 可就在罗勇还沉浸在幸福中时 结婚后 妻子对他的态度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 故意找茬跟罗勇吵架 甚至还在他们结婚刚刚四个月的时候 没有任何理由就把罗勇赶出了家门 刚开始罗勇以为夫妻俩只是半嘴吵架 等妻子冷静下来以后就好了 可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等他过了两天 计划回家哄妻子和好时 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门锁都被更换了 妻子如此极端的做法 让罗勇感到非常纳闷 为何婚前那么善良 温柔体贴的妻子 结婚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在罗勇百思不得其解释 周围邻居更是给他透露了一个彻底让他崩溃的事情 在他平时出去上班后 他的妻子经常跟一个陌生男人暧昧不清 邻居的说法让罗勇彻底崩溃了 难道两人刚刚结婚四个月 妻子就背着自己有了别人吗 听到罗勇的说法 记者也很纳闷 夫妻俩新婚逆月案里说 正是甜蜜的时候 那为何林奇会把罗勇赶出了家门呢 到底罗勇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还是林奇真的背叛了他们的婚姻呢 说起自己被赶出家门的事情 罗勇表现得非常委屈 当时他正在开车送朋友回家 可妻子却突然打电话给他 说自己在打麻将没钱了 让罗勇给自己转点钱 由于当时开车不方便 罗勇便让妻子先来着 等自己一会儿把朋友送到后就给他转 可谁知妻子一听罗勇的话 当场就发怒了 直接在电话里威胁罗勇 如果他不立马给自己转钱就离婚 妻子瞒不讲理的做法 让罗勇感到非常丢脸 为了在朋友面前保住自己的面子 他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本想着回来后好好跟妻子聊一聊 可谁知刚回家就被妻子赶出了家门 导致他差点流落街头 为何林奇会对丈夫如此绝情 邻居口中跟他关系密切的男人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呢 罗勇一脸无奈地表示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因为自己开车没有及时给妻子林奇转钱 耽误他打麻将 妻子就一怒之下把自己赶出家门 甚至还拉黑了他的全部联系方式 这让罗勇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可毕竟婚姻也是人生大事 罗勇无论如何也不愿轻易放弃 无奈之下 他便四处打听妻子的行踪 希望能跟妻子当面谈一谈 可谁知当他好不容易得知妻子 在某家酒吧喝酒赶了过去后 竟发现妻子跟一个陌生男人举止暧昧 联想起之前周围邻居的暗示 罗勇当场就慌了 难道妻子真的背叛了他们的婚姻吗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随后记者也跟着罗勇找到了林奇 眼前这个年轻时尚的女人 就是罗勇的妻子林奇 看到丈夫带着记者找上门来 林奇的态度显得非常排斥 他一脸冷漠地告诉记者 自己早就跟罗勇提出了离婚 两人之间也没有任何调解的可能 夫妻俩结婚几个月 为何会走到如此水火不容的地步 难道真的是林奇一情别恋吗 跟他在酒吧喝酒的男人 又到底是什么身份 面对记者的疑惑 林奇当场为自己辩解到 他的确是在酒吧跟别人喝了一次酒 可那个人只是在他在聚会时认识的 他当时因为婚姻的事情心烦意乱 所以才找对方聊聊天 那天晚上过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至于自己坚持要离婚 更跟那个男人没有一丝关系 随后林奇也给记者讲述了他和罗勇之间的来龙去脉 当时他和罗勇认识的时候 罗勇还是有家事的 所以自己从没有想过要跟罗勇在一起 可谁知罗勇却不断对自己死缠烂打的追求 不断给自己送花送礼物 甚至还在对自己拒绝后 一意孤行跟前妻离了婚 按照林奇的说法 当时一直都是罗勇一厢情愿追求他 他也无数次拒绝过罗勇 就连结婚也是受到了罗勇的逼迫 可让人不解的是 既然林奇从始至终都对罗勇没有感情 为何要同意跟罗勇结婚呢 对此林奇一脸无奈地表示 他之前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在那段婚姻里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在离婚后一直过得非常浑浑噩噩 虽然自己并不喜欢罗勇 可看到罗勇为了自己离婚 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感动的 当时他也非常想找个依靠的肩膀 所以就匆匆答应了罗勇的求婚 本想着两人结婚后就算是无法相爱 也可以互相扶持度过余生 可让他无奈的是 结婚以后他才发现 罗勇根本不像结婚前表现的样子 他不仅非常好吃懒做 对自己更是有着强烈的掌控欲 甚至还多次阻止他的正常社交 尤其是在听到周围的邻居的一些风言风语后 更是整天疑神疑鬼 恨不得自己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连正常的朋友聚会都不让自己参加 如今他已经受够了这种没有自由的日子 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跟罗勇离婚 从林奇的表述中可以听出 当初两人没有互相了解清楚 就匆匆结婚 如今又因为没有信任基础 导致感情破裂 那对于妻子要离婚的要求 罗勇又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听到妻子态度坚决要求离婚 罗勇既伤心又愤怒 自己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 前妻温柔贤惠 他却不知足抛弃了原来的家庭选择了新欢 可他却一时鬼迷心窍迷上了林奇 为了跟林奇在一起 他抛弃了跟他同甘共苦多年的妻子 甚至还因为林奇的蛊惑 花费自己多年的积蓄 购买了一套房子 当时林奇还假装温柔体贴 不要彩礼 可转头就利用自己的愧疚心理 让自己在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 可就算是这样 罗勇也从来没有计较过 他想着只要能跟林奇在一起 那即使是付出所有 他也无怨无悔 在两人结婚后 为了能让林奇过上 人人羡慕的悠闲生活 即使自己工资不高 他还是每月都会给妻子几千元生活费 可谁知自己毫无保留的付出 换来的却是妻子的欺骗 两人刚结婚没多久 妻子就坚决要求离婚 这让罗勇也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婚姻 从来就是一场骗局 妻子多半就对自己没有一丝感情 之所以同意结婚为的 就是分走自己的房子 罗勇越说越委屈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随后罗勇更是跟记者透露 由于他跟前妻结婚几年 一直没有孩子 所以打心底里希望林奇能给自己生个孩子 可谁知当他提出这个想法时 林奇却当场表示 想让他生孩子必须给他二十万 罗勇一脸崩溃地告诉记者 当初自己为了跟林奇结婚抛弃家庭 花光所有积蓄给两人买房子 就算林奇说不要彩礼 自己还是四处问亲朋好友借钱 给他买了六万多元的首饰化妆品 可谁知林奇却丝毫不知足 事到如今罗勇也彻底看清了妻子的真面目 他非常后悔当初自己为这样一个女人 抛弃了贤惠体贴的前妻 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就算罗勇悔恨万分 如今也只能自食其果 前妻知道此事后直言 这就是他的报应 在沉默了许久后 罗勇也做出了最后决定 随后他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希望两人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谈 毕竟婚姻不是闹着玩的 他希望两人能放下之前的矛盾和好如初 可显然林奇并不这样想 他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罗勇分手 也不愿意再浪费时间跟罗勇沟通 他希望能跟罗勇尽快离婚 随后林奇也要求罗勇尽快把他的东西从家里搬走 看到妻子如此绝情的态度 罗勇感到非常的伤心 为了林奇他抛弃家庭 发光了所有积蓄 可如今却落得了人才两失的下场 这让罗勇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房产证上虽然有林奇的名字 可毕竟是自己支付了所有房款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房子留给林奇 可对此林奇也表示 既然房产证上有自己的名字 那他最起码有一半的所有权 夫妻俩因为房子的事情争执不下 这次的调解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最后罗勇也表示会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大家认为林奇有资格霸占这套房子吗 还没那么多地 填耀了 专门